欧盟支委会今年7月提出55包裹法案 2026年正式实施碳边境调整机制 针对进口钢铁铝水泥肥料电力 进口欧盟之后就会被要求缴交产品的碳排费用 也就是碳费 除非交付已经缴交的证明才能减免 经济部评估国内钢铁水泥业出口欧盟最受影响 比如说钢铁业中钢也好 民间的这个钢铁业也好 他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部分 对他们的产业冲击是很大 那一定要走没有回头路 碳定价其实是环保署这边的执法会去确定 那我们会来确定其他国家收的range 因应欧盟碳税新制上路 但只要业者能够提出在原产国已经支付碳成本的证明 就不会二次缴交 各国逐步设立碳费交易平台 敲定碳定价 例如全球最高碳税在瑞典每顿高达119美元 相当于台币3000多块 法国英国每顿49美元和22美元不等 阿根提墨西哥碳税较低 每顿不到1美元 而日本每顿3美元 南韩则为每顿33美元 台湾方面也敲定规划方向 那么下个会期我们希望能够送进大院来审查 那么如果审查顺利 那么下会期能够审查完成的话 那我们就相关的执法必须去订定 期待到后年 那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来开始收费 那能够达到我们的减碳 那也能够让产业对于欧盟的碳边境调整机制 有一个调试 行政院环保署署长张子敬表示 已经正在进行温室气体减量 及管理法的修法作业 预计最快2023年 就会订出美工顿收取碳费的金额 网美花也表示 国际间主要针对碳排2.5万吨以上大户收取 中小企业如果出口产品到欧盟 还不会遇到收取碳税的问题 政府也会积极协助辅导企业永续转型 新台电视黄亮剑省为同台湾台北报道